字幕製作人數字幕 哇 雪一聲又到一個新星期 對 歡迎收看Cultural Club 梁法蘇 我是Sheron 我是Abbie 今天我們會繼續邀請來 《呼叫音樂節》的其中一位主辦人 搞手Terry跟我們一起聊聊 上星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著我們的名字 搜尋過我們的資料 有沒有看?有沒有聽?有沒有買票? 很多問題 今天我們都有很多問題 主要說什麼呢? 我們今天會說說台灣和香港的獨立音樂生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分別 我們上星期就很懷疑 很疑惑 也是很疑惑 為什麼都是一個很大型的音樂 找了很多台灣人名的 十九代 十九代 導入的樂團來到香港 我想這件事在台灣搞應該是一件大件事 我的伴侶說如果這個直播在台灣搞 應該最少了三千人來看 是啊 不過在香港的迴響 暫時暫時還沒有很大 會不會都是香港的觀眾 可能那個要求有點不同呢? Terry覺得 你說得很保守 很厚度 我不會是這樣的 我想最主要是他們未深入認識的名字 未深入認識是因為他們自己原來都未接觸到 是接觸到或是很意義 很想去找多些新的方法來聽 其實我剛才未開咪 未開鏡前都說過一個問 是否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做傳媒 是否因為我們香港只有兩間電視台 即是 即是你就算 現在有一間也不是怎樣的 即是你就算有更多的音樂 你排隊也排不到上去電視節目上 就告訴到一些普來大眾的觀眾 究竟是發生了甚麼事 你怎樣跟台灣呢? 台灣幾萬個電視台 兩個讓你全日任播24小時 你都聽到很多音樂 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 媒體是一個挺大的原因 因為他們在香港選擇是不接觸 或者是接觸得少 基本上觀眾都不會接觸得多 他們怎樣認識得多呢? 所以現在做很多獨立音樂的朋友 都選擇在網上 寧願花多點時間做多點事 因為將心比己 你想想你每天上網 MSN用Facebook的時間 會不會大過你聽收音機 多過你在電視的時間 絕對八十三個人生 所以一定是在網上 但是回到頭的問題 為何香港的媒體又不肯報呢? 我想都跟商業的因素 因為那些豬頭歌手上去 可能幫他宣傳套劇 宣傳他的音樂會 可能當中有些利益的關係 我們做獨立音樂人 那些真的沒有這樣的資源 可以給到他們 不過這些都互為影響 我想見到很多香港歌手 即是獨立好或劉行歌手 即是韓詩 或者現在 S17 Ellen 都會去台灣發展 還挺好 其實整個 那個生態 如果你比較注重音樂質素的歌手 差很遠 即是台灣人會比較懂得欣賞 好不可以這樣說 他們追求那件事 真的不是我們在追求那件事 你想想 每個拿著結他過去 自彈自唱的都可以了 即是會有人欣賞 是有人欣賞 因為我想是他們的人民 好溫革 人民素質 我說 是 他們的市民 人民素質好 他們的文藝的風氣好 很喜歡讀書 很喜歡看書 很喜歡聽音樂 很喜歡參加不同的藝術文化的演出 或者戰艦 他們都很保持著有這樣的質素 生活習慣 對 生活習慣 但反而香港朋友就 下班就最多去喝東西 吃東西 回家看唱片 不會留心放些時間 去看舞台劇 看展覽 或者放些時間去聽歌 聽歌在香港人來說 已經變為一個消遣 不是一個文化的東西 就像背景音樂一樣 對 背景音樂 即是你搭車 或者等人的時候就聽一下 即是被添加了人的聲音就算了 可以這樣說 很慘 但其實你也說 大家都說 當我說只有兩個電視台 但我們又想回 現在的年輕人都是上網 黏著網 但為甚麼都沒有人會搜尋 這些有趣的事 我便在想會不會是 好奇心 即是沒有一個盡力 那個好奇心究竟是欠甚麼 究竟我們是欠甚麼呢 我們會不會宣傳做多些 餓 其他方面 即是以你年初的例子 是 怎樣呢 我便覺得 宣傳不是最大原因 因為有些事情 可以不用宣傳 都可以去得很快 例如年初 那個魏儀圈落一幕 原來是 不過他又這樣說 他推出了幾年 做過不同的事 近時有獨立隊 現在一個個人身份 儲了那群粉絲 就可以很快 在那群粉絲口碑 一做就立即很快 去賣很多氛圈 我覺得 未必關於宣傳 又是反過來 又是朋友 究竟他們是否要去找那件事 但似乎的生態是越來越差 即無論見到賣獨立相片 那些店舖越來越少 越來越難生存 做香港音樂會的事 那些朋友也有點意氣難生 因為無論在場地 例如有一個很出名 叫Hita Agenda 場地又被迫簽 搞Live House 原來政府也有很多滯爪 申請這個牌 申請消防牌 日月樂牌 就算在咖啡廳 想做音樂會 但最多原來只能坐到五六十人 可能做完出來 賣完票都不可以圍堵成本 維持到台灣來 兩個人的樂手來香港 原來都不可以 控制住機票或酒店 即是要保有心才行 我想問 因為我很喜歡做不在非法工作 既然我們香港有這麼多沙灘 有這麼多草地是給公司的 可不可以拉大隊去那裏 就叫做搞這件事 不行的 你收錢就不行的 收錢就不行的 之後就到環保署 環保署就由EA有儲存管制 再加上 我相信是一些牌照的東西 例如你要搭台 要在沙灘找安全會摘死人 那些東西 很多這些東西要去想 唉 完美的地方都可以這樣 真是很慘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在香港 都有很多獨立音樂團體 無論是自己創作也好 一個群組也好 都有很多 你也做過很多 那個反應只剩下 你又會怎樣覺得這件事 香港搞台灣 可能大家都不認識 香港那些已經浸了一段時間 如果他們搞我自己 你的經驗又是怎樣 我想似乎要有一些 他們的音樂路線會比較流行 不代表他們沒有自己的風格 或者不代表他們不是做自己的創作 可能大眾入耳會聽得到 他們容易入耳的風格會好一些 例如最近Support Moment Tonic他們都是一些廣東話的歌曲 他們也去到電台 電台有些朋友也喜歡播放歌曲 那些會比較大眾會劇 放眼睛進去會看多一些 嗯 但可能真的唱英文 就是你搞特別一點 有多一點性格就比較難搞 所以我們不能夠容許你有性格 也不是有少少 少少 少少 我還是有點坎坷 很擔心這件事 其實獨立音樂已經很久了 說到現在還是說到 說來說去其實那個原因 不知道都是那個原因 對 我覺得是 尤其是香港好像越來越難走 那條路 連歌音樂在香港都不知去了哪裏 獨立音樂團體是怎樣搞的 我猜中主要是大家要賺錢 沒辦法 對 每個人都要賺錢 是 好啊 我們大家吃飽了之後 看看有甚麼娛樂要做 吃飽 我們看看我們有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看看我們的Express 你的流行快訊 好 今集的文化快訊 是關於音樂節 你是9月17、18日 10月初有另一個很大的Jazz Festival 2011 數數首次都來到第三屆 2008年開始第一屆 是4年 第四屆 他們當然越攪越大 Line-up的Jazz Band 亦是越來越國際級 如果大家有時間 你一邊聽我們一邊找 這個Jazz Festival 你會見到有很多 真的有很多 很多Jazz的Band 也好 那些音樂員也好 就排隊 幾天 嗯 真的好像你們那樣 他們沒有那麼緊要 沒有連續 日到夜到日 但是他們都是有連貫性地 在不同的場所 或者有些是免費的 在一些公開的地方做表演 過往幾年 有些人不喜歡聽Jazz 就是我聽回來 有些人不喜歡聽Jazz的話 都很享受那個風格 你知道 那個氣氛 有樂隊在中間 大家在旁邊 自然就會走過去聽 香港人都可以的 只要你不用錢 你又放在那裏 不用錢 那些人就會很喜歡 零頭 不好意思 這個是很普羅大眾 如果媽媽 爸爸 帶小孩子的時候 你可以有性格 但你要不用錢 對 我想想 可能他們的出發點 是說 我要吸引一些新 喜歡聽Jazz的人 先利用一些沒什麼興趣的 引到他們來 我不知道 可能有贊助嗎 這個是他們第二屆開始 好 大家搜尋一下 搜尋 這件事很大 應該大家都會知道 很容易搜尋到 今天就謝謝Terry 我希望你可以繼續 搞多些不同的 這類型的音樂節 雖實 但我相信大家會 我覺得是累積的 是累積分 有信念 累積積分 我亦都希望 好像張學友那樣說 我彈越操越好 好 再見 下次見 拜拜 再見 感谢观看